第一课 KK音标入门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什么叫KK音标 KK音标是代表美国音的国际音标 是由美国两位语音学家John S. Kenyon 与Thomas A. Knott 由国际语音学会所制定的国际音标中 取出一部分来注音一般有受教育的美国人的发音 最近若干年来 由于一般人所听到的,用到的,讲到的 多半是美国音 基于事实上的需要 国中教科书亦采用美国发音法 此种发音,因为是由上面的两位语音学家 Keyang与Not所创用的 所以,取用他们二位姓氏的开头字母 K和K,语语合并 因此,简称这种音标为KK音标 第二,发音器官图解 这个图解是让同学了解发音器官各部位的名称 例如,什么叫鼻腔 什么叫齿银 什么叫硬额 什么叫软额 等等 在下面的发音要领中 我们会多次的利用到 请同学参照本图解和老师的说明 正确的发音 以奠定学习英语的基础 第三,音标的分类 KK音标分为母音和子音两类 什么叫母音呢 凡是由肺部排出的气息 促使身带颤动 经由咽头和口腔自由流出 不受嘴唇、牙齿或舌头的阻挡 这样形成的音 我们称为母音 又什么叫子音呢 凡是从喉咙发出的气息或声音 中途或全部或者一部分受到阻挡 或者因某一个发音部位的节制 而发生摩擦 因而产生的声音叫做子音 第四,配音原则 第一种情形 当子音在前 母音在后 可配成一种声音 第一个例子 子音 母音 可以配成一种声音 第二个例子 子音 母音 I 可配成一种声音 I 第二种情形 子音后面没有母音 则这个子音单独念 第一个例子 当中的两个 后面没有母音 所以呢 这个字我们念 在第二个例子当中的 两个子音 后面也没有母音接着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 slice 第三种情形 母音前面没有子音 则这个母音也单独念 第一个例子 母音I 前面没有子音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 I's 第二个例子 母音I 前面没有子音 所以我们这个字念 allow 第二课 第一部分 本课的内容包括 母音 I A U 子音 P B M M 第二部分 发音部位与方法 第一个母音 I I 它的发音方法是 口呈微笑状 耻与唇微微的分开 舌尖底的下尺 牙床近于全开 相当于国课音符音符号中的 I 它是一个长音 I I 第二个母音 A 汗部拉低 嘴张大 口角收拢 舌后部微微的升起 竟是国课音符号中的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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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母音 U 它的发音方法是 口呈小圆状 唇突出 舌后向软额上升胜高 相当于国课音中的 U 它是一个长音 U U 第二 子音 第一个子音 P 它是一个双唇音 请同学先紧闭双唇 然后突然开放 让口腔内的气息爆发而出 呼气强而声带不振动 P 竟是国课音中的 P P P 第二个子音 B 它也是一个双唇音 它的发音部位 与上一个子音 P 相同 但是呼气较弱 而声带需要震动 使爆发的气息变为有声的音 B B 近似国课音中的 B 第三个子音 M M 它是一个双唇的鼻音 双唇唇围开 舌尖抵住上齿音 然后气息由鼻腔徐徐地送出 声带需要震动 如果M在母音前 M在母音前则相当于国音的N 如果它在母音后则念国音的N 第三部分 发音练习 请同学跟着老师念 第一个 拼音练习 请同学看图表 最上面一顶 最上面一顶是母音 最左边一行是子音 现在将子音配上母音 一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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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拼读 P I P P A P U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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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 第六个 Mu Mu Ni Ni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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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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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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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 P Mu Mu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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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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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木月亮 你你我 你你膝盖 第十二个 木木正五 二变音练习 首先辨别p和b的发音 第二个来辨别m和n的发音 moon moon meat meat mom nam pem pem 第三课 第一部分本课的内容 一母音 e a u e o 子音 t d 第二部分 发音部位与方法 第一个母音 e e e 它的发音方法是 口呈微笑状 唇平齿开 舌尖抵着下齿音 近似国音的e 它是短音 e e 第二个母音 o o 口 肾圆 但是叫r 更小 唇稍微突出 舌后升起 o 它竟是国音的o 它是一个长音 o o 第二个子音 第一个子音 t 发音方法 双唇微开 舌尖抵住上齿音 避住气息 然后舌头离开齿音的时候 让该气息突然有口腔放出 产生一种爆发音 声带不需要震动 t t 它竟是国音的t t t 第二个子音 t t 它的发音部位 与上一个子音t 相同 只是它的呼气较弱 而声带需要震动 使爆发的气息 变为有声的音 近似国音的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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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发音练习 请同学跟着念 第一个 拼音练习 我们将子音t 和d 配上母音 e a u e o t e t t a ta t u t t e t e o t e t e t t a t t u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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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t t e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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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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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 t ta ta tu tu 9 du du 10 t t 2 第一个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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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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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eat eat 吃 dead dead 死 第七个 not not 不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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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 o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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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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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第十一个 天 天 时 第十二个 taught taught t t oht